首先要多謝我位弟弟 他知道我做了Youtuber 特别是设计了这件T-shirt 送给我 多谢他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集的内容 讲到一些退色的collection 一些已经很少人参与的收藏的嗜好 包括了草油票 草银币 以及草火柴盒 还记不记得吗 Match Boxes 为什么我说这些collection是退色呢 除了以上的三样张 还有这些 是皮革索胶的Grestera 即是说在酒吧那些叫做调酒棒 都是越来越少人收藏的 为什么呢 调酒棒因为它是塑胶的 因为环保一次过的塑胶就慢慢退出了 右票现在都很少人用 还哪有人写信什么 钱币也还有的 但是也是慢慢慢慢 就会被那些 电子银币所取提的 现在我们去买东西 拿一部手机出来 scan scan 就已经搞定的了 所以银子 那些熔熔烂烂 和骚髒的银子 很不卫生的银子 是会慢慢隐退的 Coin更加是 带到褲袋都穿的 是不受欢迎的 Lily Coins 那还哪有人存在这些银币呢 是吧 暂时还有的 火柴盒 没了很久了 是吧 我们小时候 那些大餐厅 酒楼 都有些免费的火柴盒送给大家 那现在 因为吸烟危害健康 都少人吃烟 那火柴盒更加是越来越少了 那所以我就说 这些的嗜好呢 这些收藏的hobbies 是慢慢是 fail out and vanish 好 那首先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雜油先 我这一生日 是开始有collecting的 这个习惯呢 就由草油票开始的 那我爸爸呢 就是在一间的出入口公司 要做的 那是有很多 来自外国的信件 那他们就会 剪了一些漂亮的油票给我 那时候我大概是七岁 他教我怎样是浸油票 怎样是风干他 还买了第一本的油票簿给我的 所以呢 就是 我六七岁 已经开始货油票了 那油票呢 就是一些 graphics 的东西 彩色纷纷 很多图案 很有趣的 亦都可以认识一下 世界各国的名称 油票簿本身呢 亦都是很特别的 那时候觉得 咦 为什么一本簿呢 是要有个 有粒子在那里的 还有呢 就是每一页之间 有些个纳纸的 那 草油票呢 其实我已经是 停了很多年了 那时候呢 就分门别类了 香港的油票 澳洲的油票 分开一个国家 还有澳门的油票等等 那现在看回呢 都带给我很多童年的回忆 很多油票呢 都很漂亮的 还有很有意思的 好了 那说到油票簿呢 我第一本油票簿 已经是不见了 第二本还在这儿 那这本的油票簿呢 就很特别的 特别在呢 已经是融融烂烂的了 其实呢 我想说呢 就是里面的这些 是贴纸 或者是 呃 刮纸 是吧 它不是印水纸 它是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呢 那时候我们 买回来的很多 一些图案 那样的公仔 我们是要 剪出来 然后呢 就黏在那儿 然后再拿一个银币 或者用指甲去刮刮刮刮刮刮刮 就会是将那个公仔 刮出来 就黏在一些的纸张上面 那时候呢 就流行 単封卢 词 一些墨铁白料 阿 有 還要 快刮 蘇锡 等等 就 日本风味好重 啊 阿 多少钱 我相信是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 講起郵票不能不提 就是首日風 首日風當中 值得一提和大家介紹的 我認為最古舊是這一個 這一個的首日風是1949年 香港的 留意一下 郵票上沒有中文字 還有一個就是1982年的首日風 是一位已經是過身的教會的弟兄 送給我的 留意紀念 除了香港之外 我也有兩個是澳洲的首日風 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我們寄信 那時候真是六七十年代 如果是想寄空油 就要用一個這樣的Stamper 在信封上吸一吸 就會寫著 via airmail 就會用飛機去送帝 這封信快些 不過要貴些 當時寫信 也有Aerogram 記得嗎 油簡的中文叫做 便宜些 比寄信便宜些 我留學的時候 寫很多油簡 現在家裏還有幾十個 這些Aerogram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講一下錢幣 我身上有很多 我小孩六十年代的時候 一些香港的錢幣 豆檸 一毫子 還有一蚊雞 我們那時候叫大餅 講一毫子 有故事 我記得我小時候 大約四五歲 就在我所住的屋邨 的一個空地 的地上面 就見到有一個一毫子 哇 好開心啊 立刻撿起它 不知道誰是掉了 那時候一毫子 可以買很多東西 一條炸鬼 一毫子 那些公仔紙啊 劍仔啊 雪條啊 都是一毫子 就可以交易了 那我記得 就拿著那一毫子 下去 那華關士多 就買了一支雪條 吃到舔舔舔舔舔舔 因為不用錢的 那之後 那兩三個月左右 我幾乎 每天都去回 我撿到一毫子的地方 看看 再可不可以撿到一毫子 那幾年後呢 我讀小學三年班 上課呢 就老師教我們 一句的成語 守株待吐 那將故事 告訴我們 之後呢 我發覺 咦 為什麼這個故事熟口熟臉的 好了 銀子 那我手上 都是很多 是香港的銀子 哇 這張呢 要給大家介紹 是四五十年代 香港的十元雞 這麼大張 原來 那我和後期七八十年代的十元 相比 真是 啊 我小時候呢 就是 嗯 可以發行銀子的銀行呢 包括有渣打 匯豐 和有理銀行 我好記得有理的 那所以呢 就是收藏了兩張有理銀行的銀子 那這張是五元 來的 那也是有故事的 我記得在七十年代中島 那我們第一次去露營 就被人劫營了 那夜媽媽呢 那個劫匪呢 就說 嘿 每人給十元 啊 十元紙 那樣 每人拿了十元紙出來 那我摸摸個袋 我只有一張五元紙 和幾個大銀 啊 就十足十 好像啊 三妹那隻哥 摸摸個袋 只剩八個幾 啊 那都沒有十元紙 那我就側側 呢 就不給啊 啊 那那個賊就數過那些銀子之後呢 啊 就放過我們 我那時候都不太明白的 啊 那在四五十年後啊 啊 就說回這件事啦 和舊同學 那其中一位舊同學就說呢 我給了兩張十元紙的啊 啊 給我那份啊 所以我應該是要 是還回那十元給他 啊 年本帶來 四十年後的金錢 我應該是要給他幾多錢 給他呢 這筆數我真的不懂計 啊 哈哈 好啦 那都想跟大家是介紹一下呢 這些是中國的銀子 啊 那我已經去 soort 啊 我就發覺 那些圖案設計呢 ér 問過一些專家呢 呢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就是中國的銀子啊 啊 就很美 啊 還有當時的華風啊 啊 那麼現在都沒有什麼錢幣的啦 雖然我有一個Coin Album 但也很少拿出來看 接下來就要和大家介紹 這張很特別的銀紙 是渣打銀行 2009年 所發行的150元 100元見過 150元 很特別 因為是紀念他們150周年 是我姐姐送給我的 多謝我姐姐 接下來就說說火柴盒 吸煙是危害健康的 我反對吸煙的 火柴盒其實我只是存了十多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火柴盒呢 也要多謝我一位 在香港工作時的上司 他執屋 他有存活火柴盒的習慣 他就說不要了 送給我 我就拿了過來澳洲 這些火柴盒 很特別的 通常是四四方方 但有些是圓柱體 有些是三角形 有些是酒瓶盒 不過是迷你版的酒瓶盒 有很多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香港著名的餐館 酒樓 酒店等等 容器 美心 新都城酒樓 記不記得 火柴盒 有些是盒裝的 有些是一排排的 一排排的這些火柴 我小時候是不懂得用的 直到很大 讀中學才知道 它是怎麼運作的 是這樣的 好了 說到火柴 就不能不提 我這個收藏品 是一個煙灰缸 這個煙灰缸 就是顏色和用料 令我想起 我八十年代 在澳洲做Waiter的時候 做Part Time 餐館捧餐的時候 每一張桌子都有煙灰缸 就是這樣的物料 不過 那時候的煙灰缸 就是四四方方 或者有些是圓形的 我這個就是深型的 幾年前 在澳洲的一些野囊店買回來的 以上的這些收藏品 都帶給我不少回憶 那我知道很多人 在存油票 或者是存錢幣 有些是很罕有 很值錢的 可以一個賣到 就是過千元 甚至乎更貴的價錢 但是呢 我是收藏這些物品 就是存油票 存銀幣 就好像我做YouTuber一樣 不是為了銀子 可以帶給大家一些童年的回憶 多謝大家 多謝收睇威廉夜欄 請Subscribe這個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的影片 也都歡迎大家 在Comment留言 一起懷舊分享